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次的万迷早晨节目 这期节目我没有预计录的 不过发觉太多资讯 亦都很棒 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包括什么呢 包括终于让我找到 究竟福仔是怎样受伤的 多谢Jayden仔的影片 我刚看了之后发现这个大发言 所以就问Jayden仔这一条影片来解释 另外关于场球也会说说 米道玉那张红牌 竹总出了声明了 究竟会怎样处理 另外也会说说我们几位年轻球员 究竟近排的表现是怎样的 事不宴迟 首先看福仔 受伤的情况是怎样发生 因为在看球队的时间我发现 为什么他突然跌倒了呢 终于在Jayden仔这一条影片找到一个答案 就是大家看到 画面上中间的位置 偏右就是福仔和一位 虎咸的球员 在拉脚 而苏尔 马天尼斯和麦加亚 都是在中间的人队那里 但是麦加亚和 白衣二号 即是红衣五号和白衣二号的球员 在中间位置大家要留意 慢慢走着走着 他们就 移向了福仔那里 而刚刚这一下 白衣二号的球员 我就不知道他自己 主动撞了福仔那里 还是被麦加亚推着 撞了福仔那里 停了 就是这一下撞到福仔的背脚 也都 就是导致福仔 导致了受伤的 大家要留意 这个也是之后 米道域 撞到鸡射入了 这个入球的 这个就是福仔 为什么中了 但我初初想 其实 撞一撞 不知道有多大力 不过想一想 福仔其实之前 背部受过伤的 虽然说 医治好 但可能他也是比较容易 受伤的 在背脚那方面 不知道会不会因为这样 所以真的受伤 正如今早所说 有辣有不辣 叫做好小小 就是说有两个礼拜时间休养 也都不需要 去踢英格兰国家队 可以休息一下 但是第二 究竟 这两两个礼拜时间 是不是真的可以 康復了呢 这个也是有个问号 因为这样撞一撞 普通人就可能 未必有很大件事 但他始终有个旧患在 另外 既然借得 Jayden仔这条片 当然要原汁原味 看看 我们那一球 没有入球 新组 但是就导致 三张红摆过一球 事源 当时 开了Jayden仔 Jayden巴巴声 给大家听 事源就是一个 来自富咸的角球 我们就解围出去 再斩过去 再解围 接着 麦汤醒目 老麦 老麦醒目 顶给Buno 顶给Buno 就给了 Annery Annery 走后就给了 很漂亮的新组 非常漂亮 新组 喂 还不醒 你看Jayden巴巴多紧张 结果 射不入 但是 之后的事 大家就知道 The rest is history 好了 也跟着 米道域那张红牌 其实就是 竹总出了一个声明 他就说 富咸 Marco Silver 这位领队 和米道域 全部一起被告 关于72分钟这个事件 曼联对着 富咸 竹总杯的比赛 原来 Marco Silver 用了很多 不当的语言 甚至乎 insulting 就是侵略性 有些 骂人 这样的语言 然后就对着 球证 不止的 原来他除了对着球证之外 亦都对着第四旁证 除此之外 亦都有扔水瓶 扔他 旁证那方面 所以来说 他就会被 Charge 另外 米道域 对着球证做的动作 亦都 如果Standard 的 Wildlight 停三场 都不足够 所以就要开停 所以 无论是Marco Silver 米道域 和富咸 都会有一个特别的聆讯 才正式判 他们 有什么 受罚 因为 指定动作的三场 动作就觉得 不足够 大家怎么看这件事 都可以说一下 最后这次也想跟大家说说 我们一帮外借的年轻球员是怎样的 因为 实在一周两赛 大家都忙 都没机会说 遲些 如果有些巴友对外借球员有跟进的话 我都会邀请他跟大家说 这次 引述着Manchester News的 报道 阿玛仔 我想最多朋友要关注他 因为这届外借球员 表现最好的都是他 刚刚又入球了 在临完场之前 入球十二马 保住 新特兰的一分 3比3 好像没有记错 打和努顿 比数不肯定 不过记忆就是这样 打和的 跟着之后 他也 被征召到 这个象牙海岸的 国家队 跟我们的 现在外借作出的 拜利一起上阵 Charlie McNeil 也代表 Newport County 终于入到 职业生涯的 第一个入球 他们的球队 3比1 赢了Tremier Rover 19岁的Charlie McNeil 作客 终于在Lead 2 入球 球队赢了 他是一月才借过去 所以 等了一段时间才能入球 Charlie McNeil 说真的 他如果打得适合 希望他继续 入球 打得适合 后 发展会好很多 另外 左王马 Alfredo Fernandez 这位Alfred Alfred Fernandez 代表 Preston North 打了86分钟 但很可惜 他被卡叔 带领的米宝 赢4比0 赢4球 所以对于 Preston 和Fernandez 左王马 当然是一个失望的下午 他只有19岁 但他的领队 说他带得不错 他亦都今季 已经上阵了34 这位查理沙维哲 查理沙维哲 很多朋友都很关注他 因为他都很英俊 各位 妈友 又觉得 查理沙维哲 他都很英俊 好了 代表 Forest Green 借借了59分钟 但很可惜 他那队球队 输2比0 比Primi Flager 他仍然 代表的球队 现在是一个 降班的漩渦 他原本就被征召去威尔斯的U21角脚 但是 都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留在球会那里帮忙 可能因为 国际赛日 他也可能还有球队 在Lead 1的球队 我猜是这样 所以 他就选择在球会上阵 就不去国家队 这个可以理解的 说真的 如果大角脚邀请他 那就会去 但U21我觉得还有时间 接着就是Transibi 杜安沙比 终于代表士都城 踢足90分钟 在今季 亦上阵过5次 那场球也得到 0比0 打和了 罗维赤 所以来说 又是了 Transibi 杜安沙比 都是一羽先借过去 希望有个好开始 继续可以踢好一点 有没有机会 再挑战就再后滑了 汉尼拔 就是后备入袭的 八明汉城 他们就赢1比0 赢金士把流浪 谁入球 就是我们的前球员 冲仔 Tai Chong 帮林汉城 入球 另外 拜利 代表马赛 2比1 赢了 Rims 在法甲 今晚9点钟 那条片 都有提到拜利 OK 大家请留意 今晚9点 都说了 今晚 明晚和后晚的9点钟 都有节目 在漫威早晨 是有片上的 就跟班友一起聊天 另外 泰利斯 代表西维尔 上进了 72分钟 输了给基达菲 留意了 有朋友都问过 我亦都回答了 现在亦都在 曼西维尔 这位巴西球员 虽然是外借西维尔 但欧把杯 是可以代表西维尔上陣 大家还记得 我们对AC米兰的时候 达洛哲当时外借了他 他也有上陣 还踢得非常神勇 大家记不记得 今次 泰利斯会怎样 就真的不知道 另一位年轻门将 Mette Glover 代表 Suprata Prague 赢了 2比0 拿一张kin sheet 好像说这位门将 都踢得不错 最后还有几位 Ethan Gabriel 今晚都有提 代表Selford City 就赢了3比1 在Lead 2 赢了在Doncaster 踢了88分钟 才被换出 另外这个 奥亚德里 很年轻的 奥亚德里的球员 还有Joe Hillgill 两个都很年轻 就代表 Eltreham Eltreham 这队 正算上阵 但好可惜 刚刚输了 给Isley Will Fish 也是一位 很年轻的中坚球员 输3比1 代表 Hiberian 输给Selrod 即是打 Souch 另外 他20岁 踢了69分钟 以上就是 一些我们外界球员的 近况 刚刚是怎样 这段时间 国际赛日 他们都有机会有球踢 因为低级组别的联储 可能继续踢 曼联部球踢的时候 趁有机会 希望可以 跟大家分享多些 他们的资讯 因为大家明白了 听得久万迷早晨的朋友都会明白 我们万迷早晨 就不只是你一队的踢球事宜 我们整间球会 包括清奋 我们都会 希望跟大家暴徒 为什么呢 清奋对于我们的一队都非常重要 唯独是有一件事 我们暂时都不能够 cover的 就是女子队 因为我第一就不懂 亦都不是太大兴趣去follow 所以各位不好意思 我们没有什么女子队的消息 但是如果你 如果你有跟进我们 曼联女子队的消息 请你联络我 我是很希望 你自己录也好 或者跟你一起录 讲完 曼联女子队的实况 那就真是完美了 因为暂时来说 我们都不是完美 但是我开心的地方 就是越来越多 如果巴友 开始开麦 无论是录音也好 跟我们一起录用teams 或者自己 WhatsApp录音也好 开始多些声音 参与我们的节目 这个真是我自己 觉得非常之开心的 但是 民族留言 是好的 声音留言 也是非常之好 总之大家有个机会 跟大伯一齐 跟各位的巴友一起 聊聊曼联就为之 very good OK 《狗仔队》里面 我们都会有很豐富的节目 这次来到 再次多谢 Jayden仔 借出他的影片 给我可以分享 不如臨尾再看多次 入球好吗 来了啦 大家记得看回 Jayden仔的原片 整条表很棒 好像自己看完球 看到Jayden在一阶上不太紧张 看到Jayden在一阶上不太紧张 喂 还不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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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